如果我问你,究竟伊波拉病毒危险些,还是流感病毒危险些,你一定回答伊波拉 其实这个答案正正反映了我们一般人对疾病构成的风险的评估是非常不准确的 伊波拉病毒大家听得多,最近乌光达也有疫情 其实好像大家认识它,但你是不是真的认识它呢? 我们用点时间介绍一下这个病毒,为何我们应该怕流感比伊波拉更多 伊波拉病毒在七十年代在非洲发现 这种病毒最初不叫伊波拉,主要是伊波拉河的地方 发现了一些案例,叫做伊波拉 其实最初一般叫做Hemorrhagic Fever Hemorrhagic即是流血,Fever即是发烧,又会发烧,又会周身流血 病毒的来源又是蝙蝠,主要是吃生果的蝙蝠 在森林里面,如果吃生果蝙蝠,咬完生果掉到地上 那些其他动物,尤其是灵长类,譬如猩猩 拿来吃的话,就会传染伊波拉病毒 人类感染的途径就比较多 因为在非洲很多国家还流行野味 在非洲那些市场,很多时候都会看到一些动物,即是斩检 甚至是一些猩猩,灵长类动物斩检,出售,当肉食 人类其实都很容易经吃这些野味,就传染到伊波拉病毒 伊波拉病毒和COVID是非常之不同的 它不会经呼吸系统传染的 即是不会经飞沫、空气、呼吸那些传染的 即是说如果你旁边坐伊波拉病毒全程 和你搭一程飞机,你会不会传染伊波拉呢? 未必会的,多数都不会 因为伊波拉是经体液传染的 什么叫体液呢? 体液就是血液、精液、性接触等 那些传染到回来的 甚至乎有些人做研究,发觉口水里面也有病毒的DNA 甚至汗水里面也有病毒的DNA 但总是不会经呼吸到传染的 伊波拉病毒进了人体,它就会先感染免疫系统 它也会感染血管里面的细胞 令到血液凝固有问题 另一个重要器官,它就会感染肝脏 因为免疫系统受攻击,人体感觉到有很大的威胁 便会引发一个不受控制的免疫反应 或者叫做细胞因子风暴 那个其实是身体最后垂死挣扎的努力 希望能够挽救生命 很多时对身体本身有伤害 凡有不受控的发型反应 血液里面的水份 会经过血管上的小孔 走进身体组织 会全身肿 水份由血管里面流失了 血液的量少了很多 便无法将氧气经过血液输送到重要器官 很多时候感染伊波拉的人 会有多重器官衰竭 因为器官没有血 而因为它影响血管里面的细胞 引致凝血的机制出了问题 便会不断流血 即是真的好像农府们说的那些中毒 七孔流血 比如说眼睫膜流血 口腔流血 小便有血 大便有血 大便有血便会变成黑色大便 因为血经过肠消化便会变成黑色 周身雨等等 全体的死亡率大概60%以上 就算你幸好生存下来 比如说有些男人感染伊波拉后 好回都好了 他要用一些外用方法避孕 起码都要6个月 因为曾经有研究 发觉即使伊波拉好回 3个月后 他精疫里面都仍然发现有伊波拉病毒 这种病毒可以很长时间带着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如果经体育传染的话 那人在生的时候 最大风险就是医护人员 医护人员要照顾他 接触到体育的机会 血液的机会都相当高 不单止是这样的 如果死了之后 死了之后 遗体都仍然有机会 将病毒传染给周围的人 一般正式的做法 就是那些患了伊波拉病毒 即是不幸世世的人 遗体都要特别有防护医物的医护人员 去处理 跟着去埋葬才是安全的 但是这些做法在非洲很多地方都不为当地人接受 很多人就在这个坟墓里面 就偷个遗体回去做仪式 跟着先去埋葬 中间的过程里面 就有很多的家人 会帮他洗身 或者将包遗体那块布留为纪念 这个过程里面就感染到病毒 就引起一连串家人的死亡 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悲剧来的 近年幸好有一部分的伊波拉病毒 就已经有疫苗了 说起这件事 我又想说回 因为经常有人说 攻击 就说现在这些疫苗 一年之后就研发出来 就一定是急就张了 一定是找人来做白老鼠了 我就用伊波拉这个例子 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何疫苗需要几十年才研发出来 其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就已经有人有一个想法 就等于今天Johnson & Johnson的COVID疫苗 就是用一个无害的病毒 做一个载体 做一个交通工具 然后就在这个病毒里面 擠入一些病的基因 希望这个病毒感染了人之后 就做一部分的病毒蛋白 在人体里引发一个免疫反应 从而作为一个保护 也是十几二十年前 已经有人把伊波拉的基因 擠入这些无害的病毒里面 感染了老鼠、灵长类 发觉这些动物 就真的产生了一个保护效果 就不会被伊波拉病毒感染了 近年才能成功研发伊波拉疫苗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每一年就因为伊波拉病毒感染而死的人 其实主要都是集中在非洲 人数就在于可能几年死几千人 所以药厂就有一个财政上的考虑 就是说我研发我放那么多钱下去 究竟能不能够收回那些钱呢? 那这一个就是令到药厂就却步不前的原因 那你说药厂就是为钱而已 政府可以投入 那大家都知道很多非洲国家的政府 政府都是非常之腐败啊 也都很穷啊 那很难叫他们去投资下去的 即使有些人有心想去筹钱 也都找不到投资者的 因为投资者很多时候都是希望 投资下去有回报的嘛 就变成了这一项疫苗 即使在动物里面的研究有成果 最终就很迟很迟 直到有一次在西非 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爆发 一部分人因为全球化 坐飞机去了西方国家 才令到药厂或者投资者 觉得这东西应该都值得投资 应该可以有利可逃 最终才在人体做过测试 知道是有效的 所以其实疫苗需要很多年 很多时候都是浅作怪的 COVID这种病 就这么短时间已经感染了这么多人 而疫苗很明显也有利可逃 所以就这么快研发出来 如果病症上来说 伊波拉就好像一个很可怕的病 实际也是一个很可怕的病 但是它影响的人数 几年可能是死亡人数 可能是几千个 比起流感 流感每年在世界上杀死的人 就是30万、40万 看看那年的情况是否严重 所以很明显 流感对于全人类来说 影响是比较大的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以为 伊波拉更加恐怖 季节在北半球又来了 我今个星期五就约了打针 大家尽快打它好些 多谢大家收看 请您留言、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